安阳狗咬人事件迎来了最新进展 从9月底被咬老人家属找到当地媒体维权 一直到11月该媒体连发了9期节目 狗咬老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令人气愤的是 这个狗主人也就是该事情的当事人十分不配合 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他甚至还十分的拒绝接受记者的处理和采访 老人被咬伤 狗主人却玩起了躲猫猫 甚至还将采访记者气哭 一个芝麻大的人员难道就真的没人管得了吗 这一系列作为背后太耐人寻味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狗主人的支支乌乌避重就轻 以及相关部门长时间的未出处理结果 却引发了全网的愤怒 狗主人王新刚在时隔两个月之后终于出面了 而这次他的态度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反转 之前满脸嚣张的说法也被自己彻底推翻 最后他还承诺之后将不在小区内继续养犬 然而就在最近 这起案件的狗主人王新刚、李小盈 却被人指控诈骗了别人100万 对于狗主人这种人你可以容忍吗 如果你觉得不能容忍 请在评论区打上不能容忍四个字 我们一起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狗咬人案件 首先这是一个民事纠纷 那从民事纠纷的角度来说的话 民法典在侵权责任里面专门有一个章节 就是跟饲养动物有关的 那其中确立大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如果说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话 节目中城市管理执法局的工作人员 还提到了巨型犬的管理问题 羊犬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 其中包括城管、公安、畜牧、卫生 以及其他的一些市场监管等部门 这里面有一些地方它有一些原则 比如说如果这个犬类是无证养犬的 这个可能直接交给公安处理 还有一些情况 这个狗有证 但是在公共场所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应该有牵引带没带的 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城管来管理 所以的确是存在着分门别类的情况 到了第四期节目的时候 城管局的人员和辖区民警 一起去养狗人家里了 狗主人不开门 到了第六期这里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就是本应该是王新刚自己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一切资料包括这个证 反倒要由他所在的单位来提供 对此难免会让人起疑心 公众就会进一步的存疑 这起案件的前前后后都显示着 这个狗主人似乎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权利 甚至有网友爆料说 这位狗主人王新刚与副市长王新平是亲戚 但两人的户籍也不在同一个地区 按照道理 涉事的这只大型犬应该是不能够在小区里饲养的 但是狗主人却依然能在小区里饲养它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实际上到了第六期节目 事情就变得反而越来越理不清楚了 牵扯的部门越来越多 这只狗到底有没有证也变得不明白 特别是没有证这件事情 就一家单位前后的说法都会不一样 这也是公众引起质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记者去采访相关的一些政府部门的时候 从政府角度来说 要求既要及时也要准确和权威 回过头来看 当初能不能有一个更负责任的对外的回应 自己打自己的脸 最后总归是很难挽回的 事情往下发展 这就到了第七期节目 王新刚表示会和律师以及家属来沟通此事 促进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他此时才进行作为是否有些迟呢 如果说他能够早点解决这件事情 不要牵扯相关媒体和部门 这件事情也不至于到今天被曝光的地步 被咬老人一家 开始到相关部门进行实名举报 到了第九期节目的时候 王新刚所在的单位的一个领导说 他因为身体原因住院了 而且提供了相关的一个材料 这个材料其实能够表明养狗证 是由王新刚单位所出具的 但是这和之前单位的说法就有些出入了 最后王新刚承认的是自家的狗 将老人咬伤了 看到这儿 大家可能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王新刚所在的单位 要反复地替王新刚出来说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本来不该他们管 他们却要偏偏替王新刚回应 哪怕去委托一个律师对外回应 一些质疑的观点 倒也是符合我们法治社会的思维的 而单位在这里面的角色是很微妙和尴尬的 到底是因为他是员工 所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袒 还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色站出来的 包括到底代表的是个人还是政府部门 这种角色的模糊就造成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回应 公众可能都会产生一定的疑问 就是你到底在帮谁说话 到了第十期节目 被咬老人得到了应有的赔礼道歉 但是在如此大费周折的情况下 才得以一个公平的说法 更重要的是 我们更加期望政府部门有所作为 尤其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能够向前一步 即使不是我们管辖范围 也可以加强部门内部沟通 减少百姓的麻烦 反过头来说 为什么这个事情记者哭了 全国舆情关注之后 问题能够迅速地解决了呢 这还是反映出了一些不够高效的因素 其实这种事情在社会中还是很多的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纷调解节目了 如果说所有的纠纷都需要通过媒体和公众来解决 那么效率一定是十分低的 而且会是被动的 我们希望的是纠纷能够通过高效的途径得以解决 这不仅需要公序良俗的约定 也需要法律法规 对于社会的保护和规定 也需要相关部门的积极作为 现在看起来 王新刚的确是出面解决问题了 他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这件事情所透露出来的问题 不仅仅是当事人一句道歉 一个承诺就能够解决的 当然该要的赔偿还是应该要的 但这只是一个局部微观层面的 更进一步 有些时候当出现了矛盾 我们的政府部门如何去介入 如何去落实我们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只有这些工作都做到位了 才真正是一个比较圆满和理想的结局 看上去是一件小事情 但是反映出的背后 是当地政府在社会治理的过程当中 究竟有没有能够真正的尽到责任 能不能够跨前一步 把这个问题更好地解决 虽然是一个小问题 但希望通过这个小问题 引发相关人员的思考 一波未评一波又起 这件事情在网络上不断传播 有一天杜庆达看到了这则消息 并且一眼认出了养狗的夫妻俩 王新刚和李小盈 正是曾经诈骗自己的两个人 事情是这样的 十年之前 这个李小盈借以帮杜庆达办事为由 诈骗了他一百万元 在杜庆达多次索要 自己被骗资金没有回应之后 他选择了报警 但是由于证据不足等原因 李小盈最终免于法律追究 这要从十年前开始说起了 十年前杜庆达投资了一个生意 但是因为生意中存在一些不合法的地方 杜庆达被判了罪 进了监狱 他的妻子为了帮丈夫早日出狱 四处打探小道消息 找熟人 经过几番周折 认识了李小盈 李小盈便以自己能帮杜庆达 提前出狱为由 将杜庆达妻子索要了一百万元保释金 但是在交完钱之后 杜庆达并没有李小盈所说的提前保释 这时候杜庆达妻子才意识到被骗了 也就此 杜庆达一家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追债路 他们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但是因为证据不够充分等多方面原因 这个李小盈虽然被批准逮捕了 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杜庆达的钱也没有追回来 因为补充侦查的期限是两次 所以在两次补充之后 检察院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这之后杜庆达并没有停止脚步 因为一百万对他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 他还曾经在网上四处发帖请求帮助 在此期间 他也尝试联系李小盈 但是都没有联系上 可能经过这么多年的上访申诉 没有获得一个结果 杜庆达是很失望的 他自己说到各个相关部门上访多次 还给巡视组寄过资料 这也起到了一些效果 最起码官方告知他会继续追查此案 但尽管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是没有将这个案件搞清楚 在多年的追究起诉之后 杜庆达并没有拿到被骗的钱 李小盈也一直逍遥法外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的舆论事件 或许这个诈骗案就会被血藏了 如今趁着网络热点还在 或许这一次杜庆达能够有望 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或许就像这起狗咬人事件一样 会被媒体曝光 被大众关注 或许在舆论的监督下 杜庆达被诈骗的资金会被追回 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有等待官方的回复 后续如何 我们希望能还杜庆达一个公道 但这也同样反映出了 百姓要说法难的问题 其实这在当前社会中是非常常见的 像被咬的老人 杜庆达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有的不被媒体知道 也不被大众关注 或许有的案件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慢慢地放下了 但是我们依然希望 通过不断地改革创新 百姓寻求帮助的途径 能够更加多元 更加高效 在社会各界 以及政府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希望正义不会迟到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这样的案子会越来越少 人们的思想觉悟会越来越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对这起事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我们将会带来更多 更有意思的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